你知道吗?今天在相机市场上,Sony已经是绝对的巨头 可别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Sony甚至都不算是相机品牌的主角 它的崛起是一场彻底颠覆整个影像世界的革命 故事要从1970年代说起,那个时候Sony还只是一个靠随身听电视机闯天下的电子公司 大家想到相机只会想到尼康佳能,Minota Pentex,这些老牌厂商 没人会把Sony跟专业摄影联想在一起 那时候的摄影师提起Sony可能只会想到家里的特利龙电视或是随身听 如果告诉他们,未来有一家电子公司会改变整个摄影行业 他们一定会觉得你疯了 可是Sony却盯上了一个机会,数位化 1981年,Sony推出了第一台商用电子相机Mavic Al 这是一台电子静止影像相机 虽然说是相机,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数位相机 而是把影像储存在一种磁碟片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1981年的科隆摄影展上 当尼康佳能还在展示他们精密的机械相机时 Sony却拿出了这台奇怪的盒子 它没有底片拍完的照片,只能在电视机上查看 这在当时就像是来自未来的科幻产品 让很多人一脸困惑 这是什么玩意儿?能拍照吗?听起来像是拍照版的软叠机吧 那时候的影像解析度只有区区的570x490像素 完全不能跟底片相比 可Sony却在告诉世界 未来的相机一定不是底片而是电子 虽然Mavic没有真正普及 但它是Sony第一次敲开相机大门 也种下了后面数位影像的种子 其实在进入数位相机市场之前 Sony已经凭借Handycam 在家用摄影机市场站稳脚跟 1985年推出的8毫米Handycam体积小携带方便 让家庭录像变得普及 后来Sony又推出了Digital 8 Mini TV等多种规格机型 这些技术和影像处理经验 直接为后来的数位相机打下基础 你可以说Sony在捕捉画面这件事上 是从录像机一路打进来的 到了1990年代 Sony开始大举进军消费型数位相机市场 推出Subshot系列 听过DSF1吗 那是1996年Sony推出的第一款真正的数位相机 机身小巧有着独特的旋转镜头设计 虽然像素只有35万 价格也不便宜 但对于那时候的消费者来说 已经非常新鲜 拍完照片还能马上传到电脑里 不用去冲洗店等好几天 这对年轻人来说简直是魔法 Sony不只是在卖相机 还试图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影像生态系统 1998年推出的Cybershot F55 就是第一款使用Sony自家 Memory Stick G1棒的相机 虽然这类储存卡后来没能像SD卡那样成为主流 但它展现了Sony一贯的策略 希望用自家技术 把相机电脑随身听这些设备串起来 掌控从拍摄存储到播放的每一个环节 紧接着Sony不断推出新机型 Cybershot系列凭借着小巧机身 电子技术和强大的行销逐渐打响名气 尤其在2000年之后 手机拍照还没兴起的年代 Sony的小相机简直是旅行必备 那时很多人第一台数位相机就是Sony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时的消费级数码相机领域 大部分厂商还在使用索尼自家的 Super HADCCD传感器 但索尼没有满足于此 它早已默默布局更先进的CMOS技术 这种技术上的沉淀和转换 正是它后来能在无反时代 甩开对手的关键 而且很多Cybershot相机 还搭载了德国蔡司 Karl Zeiss的镜头 你没有听错 这个原本只在高端单眼上才看到的大牌镜头 Sony把它装进小小一台消费型相机里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不仅是画质的保证 更是一种专业感的象征 小相机也能很讲究 Sony就是靠这种做法 赢得了影像爱好者的心 但真正改变Sony地位的 不是这些小相机 而是一个大胆的决定 进入单眼相机市场 2006年Sony干了一件 让整个摄影圈都震惊的事 收购了Konica Minota的相机部门 Sony不仅得到了美能达的相机业务 更重要的是 它继承了这家老牌厂商 深厚的光学与影像技术积累 而这些与Sony领先的电子技术结合 开启了Sony在专业相机领域的重要布局 Sony接手后 立刻推出了Alpha系列单眼相机 也就是A系列 第一款是A100 搭载一颗千万像素的CCD感光元件 还有防手震功能 这个动作直接让Sony一脚踏进专业摄影市场 不过说实话 刚开始大家对Sony单眼相机是有点怀疑的 因为Sony毕竟是电子公司 不像Canon和Nikon有深厚的光学传统 有趣的是在传统单反和后来无反之间 Sony还走过一段特别的路 SLT半透明反光镜 像Alpha55、Alpha77这些机型 用一片半透明镜片取代传统反光镜 让相机能同时进行取景和对焦 带来更快的连拍速度和更顺畅的视频 自动对焦 在那个年代 这种设计被认为是很疯狂的 电子化单反 虽然最后没被主流市场接受 但它展现了Sony敢于尝试不怕挑战规则的风格 而真正改变一切的是Sony手上的杀手锏 感光元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全世界不少相机品牌的感光元件 其实都是Sony生产的 Sony在影像传感器领域的研发 源源领先竞争对手 像Nikon D800 Pentex K系列这些经典相机 里面的核心感光元件都是出自Sony 换句话说 Sony不只是相机制造商 还是整个产业链的供应霸主 从2000年代开始 Sony的半导体部门几乎垄断了全球高端感光元件市场 到2020年为止 全球超过40%的CMOS感光元件都由Sony提供 甚至连iPhone、Samsung、小米这些手机 也都要依赖Sony的感光元件 你可以说别人是在做相机 而Sony是在做眼睛 而Sony真正的颠覆是在2010年之后 2010年Sony推出了Next系列无反相机 当时市场主流还是笨重的单反机 但Sony直接告诉大家 相机不用镜子也能很专业 结果轻巧时尚又能换镜头的Next系列 一下子吸引了大批年轻人 再加上Sony在数位技术上的优势 像是快速对焦高清录影 直接打破了Canon和Nikon的优势 尤其是2013年Sony推出了Alpha 7全画幅无反相机 这一刻摄影圈彻底沸腾了 过去大家都认为全画幅相机必须是单反 结果Sony告诉你 不需要反光镜我们也能做到全画幅 更夸张的是 Sony不断升级感光元件的动态范围和高感光能力 直接把Canon和Nikon挤到一旁 从Alpha 7开始 Sony无反相机一路狂奔 不只是专业摄影师 连拍影片的导演都开始转用Sony 因为Sony把自家在广播电视领域的专业视频技术 也塞进了相机里 像Alpha 7S系列一度被称为夜视仪 因为它在极暗环境下也能拍得清清楚楚 而S-Log 4K录影高速对焦等功能 全都是影视创作者梦寐以求的 同时YouTube的兴起也给了Sony一个大理 大量YouTuber、婚礼摄影师、独立导演 需要轻便又高画质的相机 而Sony的Alpha 7系列解决了传统单反的过热录影时间限制等痛点 简直是专为拍片人设计的 结果大量内容创作者几乎是集体跳槽到Sony阵营 今天如果你去婚礼去拍片现场 八成会看到有人背着Sony Alpha 7或者FX系列相机 这就是Sony在相机领域最大的成功 它不仅做了一台相机 而是做了一个影像生态 到了2015年 那时候相机市场正在发生一场地震 智能手机的摄影功能突飞猛进 小型消费型相机销量一落千丈 但在手机大军压境时 索尼却开辟了一个新战场 高端便携卡片机 它推出了RX100系列 在小巧的机身里塞进大尺寸感光元件 满足了那些既想要好画质 又不想携带笨重相机的用户的需求 这个系列成为索尼不与手机正面硬钢策略的成功体现 同时Canon Nikon这些老牌厂商还在主打单反击 却发现年轻人根本不买单 结果Sony的无反相机刚好抓住了这个空档 Sony的策略很清楚 既然小相机快被手机干掉 那我们就要在专业影像上不断创新 于是Sony在Alpha 7系列基础上 接连推出更强悍的机型 像是Alpha 7R系列主打高像素 Alpha 7S系列主打高感光和视频性能 Alpha 9系列则是专门为运动新闻摄影师准备的高速机种 不同系列针对不同需求 几乎把整个专业市场全包了 当然光有机身不够 Sony还拼命补齐镜头群 2006年刚收购Mi 9 Ultra时 旗下只有十几只镜头可选 但Sony用了十年时间 迅速打造出完整的一卡口系统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发生在2016年 索尼推出了全新的G Master大师系列镜头 这套镜头不仅画质顶级 而且具备出色的自动对焦性能 彻底打破了索尼没有好镜头的刻板印象 GM镜头的出现标志着索尼正是从技术先行者转变为一个成熟专业的影像系统 到了2020年Sony原厂镜头就超过50只 再加上Sigma Tamron等第三方支持 整个镜头生态已经能和Canon Nikon并驾齐驱 摄影师不再担心镜头太少 Sony的阵容已经足够打专业级别的仗 尤其是2017年推出的Alpha 9 配备的堪称黑科技的堆叠式感光元件 这不只是把感光层和电路放在一起 而是像三明治一样分层堆叠 让数据处理速度快到前所未有 凭借这项技术 Alpha 9能做到每秒20张无声连拍 还没有黑屏 要知道在此之前 运动摄影师几乎都是用Canon EDX或Nikon D5 但Alpha 9一出 很多人开始动摇了 因为这台机器不仅速度快还轻巧安静 你可以在高尔夫球场拍球手 不会被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干扰 这在职业圈简直是革命 可以说从婚礼教堂到摄影棚 从背包旅行到自媒体 Sony的黑卡Alpha系列RX100ZV全线出击 把整个内容创作市场吃得死死的 到2020年 Sony更是放了个大招 Alpha 7S III 等了5年才推出的新机 直接带来了4K120帧 录影超强的对焦系统 还有堪称永不断电的散热设计 全球创作者简直疯狂抢购 甚至还缺货 那一年很多人开玩笑说 想买Alpha 7S III 比买游戏机还难 而同一年 Sony也注意到新世代的需求 推出了ZV1小型Vlog相机 它就是针对YouTube直播主日常记录者而设计的 它甚至有专门的产品展示模式和背景虚化快捷键 这让视频创作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 ZV系列的成功说明索尼不只是在做相机 更是在为新世代的内容创作者量身打造工具 它把目光放到了更广阔的群体 让相机的门槛变得更低 也让创作变得触手可及 而在2021年 Sony推出了Alpha 1 它结合了高像素高速连拍和专业视频功能 几乎是一台全能旗舰 拍照能上5000万像素连拍 能上30张每秒录影 还能拍8K 你想得到的Sony全都塞进去 Alpha 1的出现 正式宣告 Sony已经不只是追赶者 而是定义者 但是Sony的野心还不止在传统相机 它同时还把战线扩展到三个方向 第一是专业电影机 像FX3、FX6、FX9 这些都是专门给电影人用的Cine系列 Sony巧妙地让这些机器和Alpha系列 共用镜头系统 这样一来 摄影师和导演 就能在同一个生态里切换 今天拍婚礼 用FI7 明天拍电影 用FX6 镜头不用换系统 这种策略 牢牢把创作者锁在Sony的生态圈里 第二是手机 Sony自家的Xperia手机 就搭载了Alpha系列的技术 同时 索尼也将自家在感光元件领域的霸权 延伸到了整个消费电子行业 今天不管你用iPhone、Samsung 甚至是小米、OPPO他们的核心感光元件 大多数还是来自Sony 索尼不仅卖相机 它也为这个时代的所有影像设备提供眼睛 第三是未来影像 Sony在无人机运动摄影机 甚至汽车影像感测器上都不断扩展 例如索尼为大厢无人机提供传感器 为汽车厂商提供自动驾驶感知系统 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索尼在影像之眼领域的霸主地位 影像不只是艺术工具 更是未来所有智慧设备的核心 Sony不只是在堆规格 它也在AI上悄悄下功夫 近年来 Sony积极把人工智慧技术融入相机 最知名的就是实时眼控对焦 你对着人动物甚至是飞鸟相机会自动识别眼睛 并牢牢锁住焦点 不用你去办案快门拉来拉去 相机自己就能理解你要拍谁 甚至在移动中都能持续追焦 这已经不只是对焦快的问题 而是让相机具备了某种智能判断力 这也是Sony能持续领先的关键之一 而索尼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更夸张的是 Sony甚至直接造了一台车 Vision S电动车 2020年 Sony首度亮相这台概念车 里面搭载了超过30颗影像感测器 从车外环境监控 到车内驾驶状态侦测 全都靠Sony的眼睛在运作 后来Sony还宣布 与汉大合作成立新公司 要把Vision S商业化 你可以说 Sony的相机已经不是相机 它正在成为智慧城市 智能交通 甚至机器人世界的视觉基础设施 当然Sony并不是没有挑战 Canon和Nikon虽然被打得措手不及 但也在奋力追赶 Canon推出了EOS R5 R3等强大无反机种 Nikon也在2021年拿出Z9 凭借强悍的性能 重新赢回一些口碑 Sony面临的竞争压力 依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 手机摄影的崛起 依旧是整个相机产业的天敌 随着iPhone 华为小米等厂商不断强化AI计算摄影 很多消费者已经觉得手机够用了 这也是为什么Sony把重点放在专业市场 而不是和手机正面对打 而索尼成功的真正核心 在于它用软件定义硬件的思维 彻底颠覆的传统 与那些从光学设计起步的老牌厂商不同 索尼的思维是电子化的 它把强大的感光元件 高速处理器和人工智能算法结合起来 这是一种全新的 属于数码时代的摄影哲学 总结来说 Sony相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逆袭史 它从一个不被看好的电子厂商 靠着数位化的先见感光元件的霸权 无反相机的革命 一路击败传统巨头 成为全球影像领域的王者 今天 Sony不只是卖相机 它卖的是一个完整的影像生态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索尼相机的未来时 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在讨论相机 而是在讨论影像这个概念本身 未来的影像可能是汽车的眼睛 可能是机器人的感知 甚至是元宇宙的入口 下次当你用手机拍照 用相机拍视频 或者在电影院看电影时 别忘了 很有可能背后都有Sony的影子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最喜欢的Sony相机是哪一台 或者你觉得未来的相机 还能继续进化 还是会被手机彻底取代 留言告诉我吧 好啦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见